好强大 周思杰一亿债还得只剩一千万 53岁自身歌手周思杰真的好久不见了 她曾在日本出道外号东洋娃娃 之后返回台湾发展各有责言 再之后单出演艺卷从商啊 四十年前却一夜负债 东科大火还有商业被诈骗 还有帮家人做宝 我记得那时候表现 大概是一亿 而她还债的方法就是转行当心灵讲师 以前我最高纪录台湾一年要演讲八百多场 一张票含下午茶是一千两百块 平均一个月会有大概十五天左右的课程 大大小小的课 那其他的就是演讲 在台湾平均如果有包含吃住的课 一天一万多块是很正常 那如果在中国大陆至少要台湾的两倍到三倍 大概我的课都是三天 所以至少要三万多将近四万块 负债部分现在都自己 九十几% 还没有完全 我希望在今年 大概是大概92%左右 但是你不要看八% 八%也要将近一千万 周老师不是只顾讲课 也拿钱投资自己 1990年到现在刚好24年 我光是学费 就花了大概 一千五百万台币左右 我在18年前就上过一个课 三天是台币四十万 我去年呢 也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 我在内地 有报了一个销售的课程 四天 真正的课是四天 人民币五十八万 五十八万是等于将近台币 两百九十万 乍看 花着人民币五十八万 很疯狂 但其实呢 我觉得我已经加倍地赚回来了 但爱情学分 就要是搅了白卷 身边只有爱成Lucky赔 我妈妈很可爱 你七九要做什么 七九阿爸也不跟你友好 对吧 阿公要叫我们弟妹 生一个蜂子 我说不用 不是不教 一直都很期待 她为了咽喻 还跑到印度 参加社区大学课程 她每个人都说 都有咽喻啦 不管你长得再安全 都有咽喻 然后我去了大概 将近三个礼拜回来 然后就很多人问我说 师姐 有几个 我说不要说厌喻啦 连来的巴善的都没有 因为啊 你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有一股正气 因为了昂连 我很震惊 最后他们下不了手 报告